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到底誰是加害人 法律學者 我們沒有辦法回答 我們必須先仰賴歷史學界告訴我們 威權時期 國家不法行為的圖像是什麼 你一定要有個精準的Historical profile 你一定要告訴我 我們過去威權政府 什麼時代 什麼人 什麼事情 什麼事件 什麼結構 到底行為的分布 模式是什麼 我們才能夠做出 精準的行為人圖像下 我們到底怎麼追究 如果真的很誤實的講 所以如果 這是我的最後一章 如果轉型正義真的要追究加害人 If any 如果真的要 我想很多人認為 追究加害人模式不是追究加害人模式 你只要把真相曝光 等於追究他了 重點就在於不必法律上追究了 國內很多人這麼認為 所以政治檔案全面公開 也不要什麼當事人才能申請 也不要學者研究需要才能申請 任何人都可以做 甚至像捷克那樣直接上網 用手機就可以看 我來看一下 林家和在戒嚴時期做了什麼 馬上看 那不就好了嗎 很多人說那叫類羞辱 semi shaming 類羞辱它就夠了 對不對 或是如果真的要全面追究 特色恐怕免不了 對不對 那要不要限於那個國際法上的核心犯行就好了 所謂萬國公罪 對不對 只限於那個重大侵犯人行為刑事追訴就好了 或最後乾脆刑事追訴都不要 特色也不需要 只做人事清場 讓它排除在公共生活以外就好 多謝 崩原 自己 編 人 工 泯